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近日 英國政府基於馬格尼茨基修正案 向49個侵犯人權的外國官員及機構實施制裁 今次開了英國歷來 首次繞過聯合國或歐盟 直接向其他國家實施制裁的先例 在制裁名單中 其中25個官員是來自俄羅斯 而沙特阿拉伯佔了20人 緬甸有兩名高級將領遭到制裁 另外還有兩家來自朝鮮的機構 在英國下議院的質詢當中 保守黨議員施智安要求外相南韜文 要動用馬格尼茨基修正案 去制裁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南韜文說他不排除會這樣做 但強調所有制裁都要以證據作為基礎 即是南韜文沒有完全否定施智安的建議 在較早之前 林鄭曾經回應過關於美國對香港的制裁 他說任何制裁行動都不會嚇怕特區政府 有需要的時候 還會配合中央採取適當的反制措施 當然對於南韜文或施智安的建議 林鄭是未作回應的 今早在商台節目當中 陳志雲就著這件事作出了評論 我覺得挺同意他的說法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一向都不贊成外國制裁 或者取消別人的國籍 但是志雲大師就覺得 林鄭是應該要自己放棄 甚至乎連林鄭的籍系親屬都應該要放棄外國國籍 志雲大師還說 如果是做得國安委的主席 是要向國家負責的 有什麼理由他的籍系親屬的國籍 是屬於第二個國家的 你猜接受中央電視台訪問 就叫表忠嗎 表忠要有實際行動 不是言語上的 叫老公和兒子不要外國國籍都叫不動 那怎麼做國安委主席 我真的挺同意志雲大師這番的說法 老實說 如果林鄭主動能夠叫到兒子和老公 去放棄英國國籍的話 就是體現出一種有承擔 有擔當的表現 否則的話 好像等同於大陸的裸官一樣 什麼叫裸官呢 就是說他自己在大陸做官的時候 沒有擁有外國國籍的 但是自己的老婆、子女、親屬 全部都是拿了外國國籍 甚至乎已經移居到外國了 沒理由你林鄭也是一個裸官 但是現在你就是符合了裸官的條件 你本人在做發展局局長的時候 就放棄了英國國籍 但是老公和兩個兒子一直沒有放棄 當然林鄭在選行政長官的時候 是曾經作出過解釋的 他當時就說 老公是在回歸之前 透過居英權計劃 拿得的英國護照 只不過 只是用作旅遊證件 兩個兒子都有英國國籍 沒有需要在當選之後放棄 但是今時就不像往日 因為當時 林鄭還未兼任國安委的主席 現在就當國安委主席 真是可以說 責任重於泰山 而且還有 林鄭當時這個說法 到底是否說得過去呢 都是成疑問的 因為如果她老公和兩個兒子 只是拿英國公民護照 當然是BC 不是BNO 只是當作旅遊證件用的時候 其實為什麼不拿特區護照呢 特區護照的面簽國家和地區 比起BNO更多 照計更好用 更加通行全世界 為什麼一直都不肯放棄英國護照呢 故此這種說法 其實都不是太過站著腳 另外 正如智雲大師所說 愛國就不是用把口愛的 要用行動來實踐 若然自己的老公和兩個兒子 都不肯放棄外國國籍的時候 這樣你怎麼說服香港的市民大眾 甚至乎是那些新生學子 要熱愛祖國呢 因為當你拿著BC護照的時候 他的祖國其實並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是大不裂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之珍 若然林鄭真是成功 說服到自己的老公和兩個兒子 放棄英國國籍 放棄英國護照的時候 起碼他說話都大聲些 都有份量些 有說服力些 而且在推行所謂國安教育的時候 也能夠事半功倍 沒理由自己的直系親屬 全部都是英國人 但是你又去推行中國的國安教育 就好像有多少衝突 另外我還有一個建議 就是整個特區政府所有的高級官員 他們的子女應該留在香港 或者是回國 這個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讀書才對 有什麼可能經常去英國 美國這些地方讀書呢 在明朝的時候 有一位哲學家叫做王守仁 他提出了一個觀念叫做知行合一 實情知行合一 都是知意行難的 既然這些高級官員說到 外國是非常之重要的時候 但是在子女就讀的安排之上 又似乎是做了另一套 我相信就算你找一個民調機構 去做一個調查 無論是黃絲、藍絲或什麼絲 都一定會大比數地贊成 高級官員的子女應該留在香港 或者是回國讀書的 不可能是走去外國 說不通 對不對 接下來就想說另一個議題 就是關於BNO的話題 近日 中國不斷就著這個話題 有一個新的說法 在今天的外交部記者會之上 發言人趙立堅就提到 說BNO護照持有人 是有三百多萬人 英方在作出決定之前 最好就要想一想 如果這一班人 全部都去了英國 他們就將要享受 跟英國國民一樣的工作、醫療和福利待遇 英國政府在作出最終決定之前 最好也要徵求一下英國人民的意見 看看他們怎樣去看待這件事 這個外交部真是先天下之憂而後 孝天下之樂而樂 連外國人民的感受 外國人民的生活條件和質素 都關注了一份 真是非常厲害 實情 英國的民調機構UGAF 已經做了一個調查 有百分之六十四的人 就是支持香港這班BNO護照持有人 前往英國定居 反對的只有百分之二十二 就足以證明得到英國的主流民意 都是支持這件事 當然我相信 中國的外交部是出於善意的提醒 不過有一件事就相當奇怪 按此邏輯 為何中國好像在過去23年 都沒有徵詢過香港人 關於單程證的意見 每一天 中國都有150個單程證的名額 來香港定居 而且再加上專才計劃 優才計劃 又或者每年 越來越多大陸的學生 來香港就讀一年製的實事科程 當畢業以後 只要他找到一個工作單位 願意請他就業 就可以繼續留在香港 這些政策 又有沒有諮詢到香港人的意見呢 另外想說的是 既然說到香港人 拿著BNO護照去到英國定居 只能做一些下欄的工種 只能淪為低端人口的時候 為何不讓這班人去吃虎頭呢 按道理這班人這麼喜歡去 你就有鬼得他去 分分鐘捱不夠五加一這個年期 就要回流回香港也不一定 到其時這班人回到香港 就更加知會珍惜香港的繁榮穩定 更加知會珍惜香港 這個得來不移的經濟成果 照樣讓他們去體驗一下也好 為何會這麼著緊呢 還有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 老胡都說到了 對於這些所謂的政治移民 中國一直都是非常接受的 你喜歡去就去到夠了 為何會天天都出來說說話呢 一時說反對 一時說會採取不知道什麼措施 百思不得其解的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